房屋委员会,以市价49节发售的,出售录表自居计划单位2019,下清录自居2019,昨天首天邀请一人申请者选楼,共有约170名中签者获邀,全日有48人出席,约28.2%,单日售出40伙,录自居2019共涉3710伙, 截至昨天暂沽2004伙,占总单位数目约54%,6自居2019共接获约4.8万份申请,当中约1万份为一人申请,本来房委会只拨出400个配额预留与一人申请者, 唯由于约3.8万名家庭申请者完成拨楼后,只售出1964伙,余下1746伙伯与一人申请者拨选。 教员来的配额多约3.4倍,房委会作首天安排一人申请者拨楼,就位于官堂建生广场的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所见。 中签者细分为三个不同时段到长简楼,以早上10时半的时段为例。 记者目测有约20人排队轮后入长简楼,从事资讯科技行业的你先生称,首次抽6字居单位一抽即中。 直言今期难得多单位拣选,以首期约6万元扣入柴湾碟翠苑面积最细的单位自住,认为价钱可接受,并透露期入市前已储蓄约两年。 房委会公布,昨天有48人出席,意味约122人申请者,约71.8%。 房委会发言人表示,昨天售出40伙,青衣青库院占30伙,叠翠院占10伙,并已邀请约170名中签者今天拣楼。 6字居2019至今年6月29日开始拣楼。 遗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拣楼程序在7月中旬暂停约一个半月。 直至8月底逐步恢复,截至昨天雷售的2004伙,其中提供2868伙的青库院占售出1466伙, 约51.1%。 叠翠院828伙之中,则有524个单位,约63.3%,获减选。 而长沙环燕楼项目例翠院14个重售单位,已经卖清。